看你做的好事,你作为长公主,怎么能这么做呀? 明天早朝的时候,那些奏折就会跟雪花一般的全都沉到皇上面前。 国公爷,我也是为了这个家。 偌大的府里,每天消耗的银钱那也是庞大的数字,那十几间破责收入跌得上府里的三分之一了。 这也是你求来的,是你非要进宫让皇上给小人赐婚。 现在呢,我安国公不仁不义,妄恩负义,无情无义。 外面的人怎么说我的,我安国公先是不顾湛王爷救命之恩,毁恨在前, 还把疯了的女儿嫁给他,欺负他现在是植物人, 后又出现霸诏女儿嫁妆不算,还坑女儿。 也就是等于坑湛王府的钱。 还有草剑人命,那药店的钱也是可以动的吗? 那是会吃死人的,整整一仓库的药材全是发霉的。 还好湛王府的人激情,当着民众的面,把药草烧了个一干二净。 你是嫌无安国公府,太消天了不成。 父亲,你怎么能这么说母亲呢? 母亲也是为了府里着想,那丈王爷本就活不了多久,两三年姐姐就可以回来了。 再说了,妖店之事,那也是下人自作主张,母亲作为成天朝的大长公主怎么会做这些草剑人命的事呢? 郑德,小然的嫁妆已经是家里最好的那一部分,那十几间铺子已经赶上了府中的三分之一收入。 哼,那还不是你去找皇上求来的? 就算小然不出嫁,我们养他一辈子又何妨? 我也没想到皇上会给小然那么多赏赐,还赏了八千旺铺,我哪里还敢随意地救出嫁妆,我就把我的嫁妆三分之一给了小然,按照郡主的规格,也配置了该有的。 你与皇上做这件事,本身就是有愧,你以为皇上不希望湛王爷醒来,那你就错了,湛王爷手上的军权是被记得,但是皇上更希望的就是他醒过来。 边关这几年你以为有多太平啊,全靠湛王爷的威名。 父亲,也就是记恨我与母亲了,今天是回门的日子,姐姐都没有回来,而且,这些事情在私下也不是不可以做,为什么要大张旗鼓,甚至牛松官府时候还敲锣打鼓? 所谓女儿,难道没有为娘家贡献一分利的义务吗? 湛王爷即便不兴去世,那湛王府所有的财产都是姐姐的,毕竟姐姐已经疯了,哪家朱不能是疯子? 你们准备好,把小人的损失都补回去,不管你们有什么办法,如果你们想让衙门来府里抓人,那你们可以不做,别说什么下人擅自做主。 银子可都在你们的兜里。 郑德,父亲。